這個嚴格講來 他是在啟動一個可能性就是說 因為現在 他的大選結果是懸而未決 所以理論上 就是理論上 拜登也有可能真的是勝選嘛 所以呢 可以就這個可能性的部分 啟動叫做初期過渡程序 初期交接程序 就是某些地方讓你有所接觸 因為說不定你真的是嘛 因為理論上現在不能排除 拜登有可能當選 雖然我們認為這個作弊的結果 他應該不會在作弊的情況下 來被宣佈認證來當選 但是理論上現在懸而未決 所以呢理論上 這個哪怕是50%對50 所以聯邦總務署就這個部分 啟動了是初期的交接程序 這個部分 但是他提出了一個理由就妙了 他說這個聯邦總務署的署長 那個莫菲 他說他個人家人 甚至於他的寵物員工 就受到安全威脅 以這個做理由的話 坦白講產生新的問題 第一個他等於在暴露出來 拜登那邊 對於這個聯邦機構 跟首長 來做人身安全的威脅 這是激進黑道 然後這裡面 產生一個問題就是 你為什麼不報警處理 你為什麼不讓警方 聯邦調查局 來處理這些 人身安全的威脅 對聯邦機構 首長跟員工 對不對 你做這些安全威脅 你不是應該要自安單位要來 那個著手處理嗎 對不對 第一個 第二個 你這樣做的結果 川普這邊的浪部 並沒有涵蓋的時候承認你當選 因為他已經講 當選不當選 總統當選人的確認 是要是憲法程序來的 一旦被確認之後 當然就整個展開 正常的 合法的那些 整個完整的一個交接程序 這個沒問題 對 那可是有些東西 的確可以初期的 初步的來做一些交接 萬一你真的是的話 那後面的交接才可以 就是會更順利嘛 那所以 現在這個東西等於是在 產生一個新聞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你的人身安全的威脅 會讓我做出 好像某種妥協讓步 這會發生一個錯誤 發出一個錯誤的訊號 就是告訴對方 你對我的人身安全威脅有效 換句話說在鼓勵對方 繼續施加人身安全的威脅 繼續拿出黑道的那種 手法或概念 那這個就有 這個就很奇怪了 你是在誘敵深入嗎 你是在引誘對方 繼續得寸進尺嗎 對不對 你對我加安全威脅 我承認 然後我就讓步 這個很奇怪 因為在外交也好 談判也好 通常是要先把壓力頂住 然後再來考慮做讓步做交易 大家來成交 達成協議這樣子 絕對不能在壓力之下 來做妥協跟讓步 因為你這樣是發錯訊號 那為什麼要這樣發錯訊號 就是說川普這邊會不會是想要 所謂這個 將計救計 也就是說是一種策略 因為川普本人的確沒有認輸 而且呢 這個法律戰也好 還是其他方面的這個緩急的話 也還在展開 嚴格講來川普真的確實沒有認輸 沒有認輸的情況下 啟動初期的這個所謂交接程序的話 也等於是說 讓對方不要再去威脅到其他員工 表面上就這個意思 但是這裡面有弦外之音 就是說他等於發錯訊號 說不定引誘對方得寸禁止 那說不定到時候就有更多的 對聯邦機構做人身安全的這種威脅 這等於是犯罪 是 所以可能一個是為國家的利益 但一個的話也許有誘敵生路的味道 那我們繼續討論說 在這段期間 其實川普在印太方面的布局 好像似乎沒有停下 在11月22號 有三架美方的重要專機 一架降落在台北 一架降落在新加坡 一架是降落在菲律賓 那麼在菲律賓是 白宮國安顧問 他在那裡也表示說 總統其實對台灣的安全問題 是有清晰表態的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在23號的時候 《華爾街日報》 引述川普政府的官員 說他們有意要籌組一個新的聯盟 當中共的貿易實力 來脅迫他國 強迫就範的時候 這個聯盟將會集體的反擊 第一個是大家來共同承擔 中共暴富方面 他們來共同來衝抵成本 來大家一起抵消 第二個要聯合發動反暴富 這有點那種貿易小北約 就是那種小北約概念的這種 多層次多領域的那種感受 你怎麼看 這個是針對前一陣子 所謂的RCEP 以中共來主導的貿易協定 東南亞十國 加上東北亞的三國 就是日本 韓國 中國 再加上南太平洋的澳洲 紐西蘭 五國 十加五 總共十五國成立的 那個RCEP 那個區域性貿易協定來的 因為這樣子的結果 坦白講 那個RCEP的話 這些國家幾乎全部都是 出口導向的國家 所以 一個問題就是大家出口的目標地 是美國跟歐洲的市場 發達經濟體的市場 東南亞這些國家 再加上中國大陸這些 連在韓國也是 就是說他們都是提供低階 中階 有些時候是高階的製造品 他們是製造基地這樣子 那美國會針對這個部分 是說如果中共對其他國家貿易霸凌 這個最明顯的表現在對澳洲 對澳洲的牛肉 對澳洲的礦產 農產品跟礦產的一個 故意可能就刻意說 我不買你的東西了 我觀光客也不來了這樣子 那美國針對這個東西來做的話 叫做經貿的小北約 相當於是把原來的 印太北約 印太北約是集體安全架構 然後他現在是外交部長談 將來國防部長談 再來國家安全顧問這個等級 還有呢 情報 情報官員這個等級 所以外交 軍事 情報 這些一個集體安全架構 中共用多層次的作戰 不就多層次的防衛 然後現在經貿的部分是這樣 中共能不能像美國這樣 提供一個出口市場 給別的國家來賣進來 當然是不行 中共自己都要 中國大陸自己都要賣到美國去 所以它跟東南亞之間是競爭關係 出口競爭的關係 它跟韓國跟台灣都是一樣 日本的技術差距比較高一點 它可能可以提供技術 工業設備等等 所以絕大部分 那個RCEP裡面 絕大部分的情況 其實都是互相競爭的一個 出口導向的國家 所以美國要把這些聯合起來 避免讓中共有機會去 算是霸凌這些所謂 周邊的貿易國家這樣子 Hello各位觀眾 感謝您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請記得按讚 並且訂閱我們新聞大破解的頻道 並且要記得要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按下去之後 會定期的接收到我們最新節目的通知 那麼如果你們對我們的節目 有任何的感想或心得的話 也歡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區 留言來和我們交換意見 新聞大破解的節目是定期更新 每週晚上九點半會定期更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